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久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 仿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在你历史的碎洞里 窝行窝索 我 是干瘪的稻碎 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泊船 把先生深深乐尽你的肩膊 祖国啊 我是贫困 我是悲哀 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啊 是飞天秀间 千百年来 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祖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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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是你促心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猪网里挣脱 我 是你学背下古莲的黑牙 我 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北红的黎明 正在喷勃 正在喷勃 祖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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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你十一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已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迷惘的我 深思的我 沸腾的我 那 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你的富饶 你的荣光 你的自由 我亲爱的祖国 好 已经有个金太阳 金太阳 搞得大地亮看太阳 哎 那不是金色的太阳 那是灵旧的孤独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校区 以色强不吸取的智山 我在参与曾嘉庚的话剧演出 排练的期间 曾嘉庚也是建议做了一些了解 就是了解到他整个精资办学的过程 他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 他们自己的家业都维持不下去的情况下 他将自己的房产卖掉来支持学校的创立 那他的这个一种精神呢 就是说包括他在之后 他本来是作为一个国民党 但是他在去了延安之行之后 将他的立场转到了共产党这方面 也就是说他个人心中是有一个民族大义的 就是他是以真理为标准 那么从他整个所做的这些事情里 我觉得他的精神就是涵盖了两个字就是固执 就是从他骨子里透出的一种固执 坚持着他从小到大做的任何事情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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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